我给你讲个故事 我有一个工人女的 在仓库里面 赚过那块养孩子 三百块钱就可以X他 X他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这个小男孩坐上土豪的豪车 他们慢慢经过 曾欺负男孩的混混 三人眼里露出恐惧之色 我想跟你一样 你想得跟我一样 很爽 土豪问小男孩 为什么觉得爽 因为他们害怕 不平等 一条人生的岔路口摆在眼前 财富与良心究竟该怎么选 本期为大家带来 斩获金马奖四项大奖的 最新台湾电影老狐狸 故事发生在1989年全民结果的年代 小男孩廖姐与父亲廖太来 相依为命 他们相信人性本善 脚踏实地 却没发现世界正在悄悄改变 股市飙涨 物价翻倍 有人一息报复 有人倾家荡产 单纯老实的廖太来 不关心股市 他在餐馆当服务员 最大的梦想 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 美丽的房东助理 很欣赏太来 过来收苏 还会给廖姐带蛋黄酥 女助理知道 太来一直想盘家店 实现太太生前的梦想 所以提醒太来 楼下的牛肉面馆不去约了 操着山东口音的店主李伯伯 靠炒股赚得拨满盆满 最近正准备关店买套房子 廖姐很想帮妈妈实现愿望 所以催促爸爸 快点下去问问 我们钱还不够 还不能开理发店 而且我妈自己买房子 在这样的环境下 年仅11岁的廖姐 已经认识到金钱的重要性 父子俩的生活十分努力 一直辛辛苦苦地攒钱 连洗澡都要计算着时间 关热水器 就连廖姐身上的校服 都是太来采缝刃机做出来的 高年级的孩子 看不起廖姐穷酸 经常在学校欺负他 但廖姐知道 爸爸过得很辛苦 所以从来没抱怨过 这天父子俩去参加弟弟的婚礼 太来陪着敬酒 喝得大吐不止 但他心里仍觉得开心 因为弟弟炒股赚了大钱 愿意借给太来买房的头七块 廖姐听了开心的跳舞 他们终于能买房子 开理发馆 实现妈妈的愿望了 可人算究竟比不过天算 傍晚 下班的太来被车行老板截住 对方求他帮忙写几个毛笔字 就写结束营业大拍卖 太来觉得奇怪 好好的为什么要关店 老板吐槽 这半年来 房价翻了一倍 他已经租不起店铺了 不问世事的太来这才惊觉 自己好不容易攒下来的钱 只够付好几年前的房价 梦想变得遥遥无期 他都不知道 该怎么面对满心期待的儿子 次日下午 突然下起了大暴雨 廖介想去公厕避雨 却被那几个坏孩子赶走 他只好躲在烧仙草布子旁 廖介没有任何怨言 还跟躲雨的小土狗分享食物 就在这时 路边的豪车摇下窗户 一个老头招呼廖介上车 此人正是太来那条街的大房东谢老板 谢老板冷漠无情 利益至上 大家私底下都喊他老狐狸 谢老板莫名很喜欢廖介 还派司机把他送回家 太来从邻居口中得知此事后 就告诉廖介那人是房东 以及房价飞涨 盘店需要延后的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这样 你也去买股票 儿子的话 让太来心里五味杂陈 他一直到上班还在想这件事 直到有客人要结账 才打断太来的思路 结账的客人叫杨军梅 他跟太来是中学同学 青梅竹马 只不过物是人非 军梅现在跟了一位大老板魏少华 太来见了他 还要喊声华嫂 买股票一事 暂时搁置 他来继续勤勤恳恳做自己的工作 而廖介再次敲响谢老板的车窗 我不怕你 我不知道你叫老爷 谢老板哈哈大笑 他问廖介 你不怕我 为什么要怕高年级那个长书包 就因为他比你高 比你有力量 可是要赢他 不是只有靠力量 我一个高能力的 在仓库里面 装饭快养孩子 谢老板告诉廖介 这个卖身换钱的女工 就是长书包小孩的妈妈 我们要利用不平等创造不平等 不平等就好似一张地图 可以清清楚楚帮我们指出赢的方向 这些父亲从未叫岛国的话语 给廖介的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他忘了自己敲响车窗 是为了求老狐狸卖给爸爸房子 廖介失落地坐在公园发呆 太来发现后 赶紧把外套脱给儿子 一来二去 父子俩都感冒了 廖介倒是好得很快 但太来一直发烧 好在女助理经常过来帮忙 带着廖介吃饭 送他上学 下午女助理开着跑车来接他 女助理没有送廖介回家 而是把他带到了谢老板的豪宅 这一次 廖介没有忘记正事 一上来就问 能不能卖我爸房子 而且不管谢老板说什么 廖介指一个劲重复 卖我爸房子 谢老板告诉廖介 买房是你爸的事情 不应该让你来操心 他还传授廖介断绝同情的方法 第一只喝冰水 第二闭上眼睛 第三告诉自己 跟我批事 廖介在谢老板的影响下 彻底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他慢慢对周边的一切感到麻木 太来也发觉 儿子跟老狐狸交往过密 想提醒他远离这种坏人 但廖介变得很沉默冷酷 什么都不肯跟他讲 转眼就到了圣诞节 君梅最近总一个人来餐厅吃饭 他给廖介带了圣诞礼物 望着太来的眼睛 总是郁郁害羞 口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因为君梅知道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他跟着魏绍华并不快乐 前人狡边的宠物 主人开心了 就有珠宝钻石 主人不开心 就只有拳头辱骂 太来下班后 去去买给儿子的脚踏车 这是车行甩卖那天买的 他专门留到圣诞节这天 送给廖介 女助理也给南海准备了礼物 廖介只有在拆礼物时 才恢复到原来那个小孩子模样 等他拆到君梅那份礼物时 发现了一张唱片 太来知道 这是君梅送给自己的 因为这是他最爱的歌 一辆脚踏车礼物 重新拉近了父子俩的距离 这天 廖介照常在餐馆写作业 补料 隔壁包间传来女助理的声音 他正在跟魏少华 汪里长聊天 此里行间又要出卖谢老板的意思 隔天 廖介去烧仙草的摊子找老狐狸 两人坐上豪车 故意从坏孩子面前经过 廖介能看出他们眼里的恐惧 他大概明白了谢老板的意思 要利用不平等创造不平等 廖介想跟谢老板一样 永远站在墙的一边 所以他忘记了女助理的蛋黄酥 忘记了生病时的照料 圣诞节礼物 把在餐厅听到的事 告诉了谢老板 另一边 股市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寒潮 1989年的台湾股市点数 从2000点涨到12000点 八个月后又跌至原点 无数人在股市浪潮里幻灭 牛肉面店的李伯伯 亏掉了毕生积蓄 在清晨选择了自杀 廖家父子趴在栏杆上往下看 警车与救护车围在狭窄的街道 李伯伯的妻子止不住痛哭 泰来心事重重的去上班 君梅还是过来点一大桌东西 却根本不动一筷子 泰来捡了块叉烧包 塞给门口的乞丐 然后撑伞送君梅回家 他一直很有分寸的保持距离 却无法忽略君梅过得并不快乐 女人摘下墨镜 露出示弱的伤疤 泰来见状 没有抗拒君梅的吻 恍惚似美梦的一吻结束 他骑着脚踏车回家 却意外看到守在楼下的女助理 对方脸上 也有跟君梅一样的疤 这是几个小时前 被谢老板打的 女助理不信泰来的话 还说你就是这样出卖阿杰的 这个阿杰是从餐馆走出去的伙计 他前阵子一直在跟谢老板 推荐自己香港朋友的话 还说这是只稳赚不赔的钱力股 几天前 阿杰跟谢老板在保护楼谈生意 泰来追上去 请求婉交几天房租 因为他上周生病 请了很多假 谢老板一口答应下来 还故意从泰来口中套话 泰来不知道其中的门道 老师回答 阿杰的朋友不是香港人 而是艺术学院的学生 很会临摹名画 他无意识间揭穿了阿杰的谎言 女助理接受了泰来的解释 她知道谢老板不是好人 但这些年来一直对自己不薄 原来女助理本是为五厅桥界 因为生日跟谢老板儿子同一天 才获得对方青睐 要知道谢老板很宠唯一的儿子 费尽心理把他培养成医生 可儿子却认定 谢老板是无良奸商 是坏人 不仅不要他的钱 还跑去国际医疗队做志愿者 结果染病 早早离世 女助理觉得谢老板很可怜 一直尽心尽力的帮他 那日在酒楼跟魏少华周旋 他本意是想替谢老板守住回收场 不过误会已经产生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女助理提醒泰来 面罐死人变凶宅 价格肯定会打下来 廖姐趴在门口偷听 她丝毫不为害了女助理愧疚 还兴冲冲的去催促父亲 赶紧把楼下的店面盘下来 他来教育儿子 人家还在办丧事 谁知 廖姐说 关我们什么事 她一怒之下对儿子动手 但这样做已经没法改变廖姐了 第二天 蒋来还早早去烧仙草摊子 想让谢老板把店卖给爸爸 但她等了很久 都不见对方人影 到时看到了长书包和同伴 现在的廖姐已经不怕他们了 因为自己手里有长书包的把柄 几个坏孩子觉得廖姐神经兮兮的 他们没再找茬 赶紧跑远 而廖姐不准备继续等下去 她要去西区回收场找谢老板 廖姐走得太急 被垃圾绊倒 锋利的玻璃 割上了她的手掌 好在谢老板确实在回收场 话虽如此 但谢老板并不打算把爹卖给廖家 因为他不会同情或是帮助弱者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廖姐出生那一天 谢老板的母亲正好去世 而且还在同一家医院 当时谢老板跟太来夫妻 前后脚走进电梯 廖姐的母亲想伸手逗小婴儿笑 结果被太来小声阻止 妻子疑惑 为什么不能笑 太来没有解释 但谢老板敏锐地察觉到了原因 因为太来和他刚去世的母亲 是同一类人 他们在乎别人的感受 能感觉到电梯里有伤心的人 不想让自己的喜悦刺伤别人 但在谢老板眼中 这类人注定会失败 他看到在太来看护下长大的了解 就像看到另一个自己 谢老板的童年并不美好 他母亲靠回收垃圾维持生计 结果因为被玻璃划伤手 没有及时消毒 才患上重病 年幼的谢老板跟廖姐一模一样 也曾充满同理心在乎别人 但母亲的死让他明白 只有以自身利益至上 不会怜悯同情的人才能成功 所以他长大后 想教育儿子 成为跟自己一样的人 结果却彻底失败了 儿子当年的话 击溃了谢老板 所以他才在廖姐身上寻找寄托 证明自己没有选择路 最后 谢老板还是答应廖姐 会把房子卖给太来 廖姐心事重重的回家 爸爸过年 加班还没回来 桌上有留给他的字条跟便当 年幼的廖姐只捕住眼泪 他才不觉得这么温暖的爸爸是失败者 难道财富与良心真的不能两全 此时的了解还找不到答案 另一边 谢老板走进李伯伯的面馆 李家人见了他都毕恭毕敬 谢老板却对着排位破口大骂 说李伯伯死哪儿不好 偏死在他的铺子里 李伯伯的儿子陪着笑脸 希望谢老板能把店铺卖给他们 这毕竟是父亲起家的产业 小李想留住这间小小面馆 小李赶紧解释他们会贷款 安正常市价付款 谢老板懊悔的安骂一句 你不早说 我已经答应卖给别人了 这下白赔上200万 从这里就能看出 谢老板就是纯粹的生意人 与此同时 表姐似乎做出了选择 他洗澡时仍然计算着时间 关掉热水期省钱 第二天还早早起床 替爸爸噎好被子后再去上学 至于谢老板 不会吃那200万的亏 他答应卖给太来楼下的店 却故意说出 小李也希望留住那家店 谢老板知道 像太来这种人一定会让步 果不其然 对方犹豫过后 还是追上谢老板 答应把店让给李家 我心不想的 你知道吗 你真的不想我 廖介知道后大发雷霆 他本想着有了楼下小店以后 日子一定会好起来 自己也不用丢下良心 谁知爸爸却把店面拱手让人 廖介跑去公园生闷期 没想到 遇见长书报的妈妈 此刻他已经被谢老板开除 那个老家伙早就知道女工那档子事 却专门挑在这个事件开人 摆明了就是不想给他年终奖 你是好人 你没有跟我儿子讲 被录电视拍到什么 廖介文言有些羞愧 就在这时 太来找了过来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 你不用解释 我知道 廖介知道 是因为爸爸太善良了 永远没法忽视别人的感受 转眼到了2022年的冬天 功成名就的廖介 正在视频会议中 讲述房产项目的设计理由 他大费周章地说服土豪客户 在山摇的房顶上夹设草皮 别人都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只有女同事清楚 廖介是怕太阳能板太刺眼 会影响到基地旁边的小学 男同事夸张地问道 你费尽心力 就为了不挡到小学生 廖介喝了口冰水 立刻否认 他解释 铺草皮是为了赚得更多 我不相信 真是老狐狸 廖介这样做 究竟是为了保护小学 还是想赚更多钱呢 影片虽然没有给出正面答案 却给了一组特别的镜头 只见廖介白掉用炖了的刀片 然后小心地包进纸壳里 这样做是为了不伤到处理垃圾的人 也是他父亲廖太来的习惯 看样子廖介已经做出了选择 尽管有不足的地方 但这部影片仍然值得一看 资本的无情和人性的纯粮 在一个孩子身上拉扯 故事小而精美 闻戏流畅动人 几位演员的表现也很细腻 在商业片占据主导市场的当下 需要这样的电影进行调剂 唯一遗憾的是 省略了廖介成长的细节 没有说明他是如何折中 并走向成功的 明 ça Сейчас 快遞想再来 最重要的